南海最近真的也非常不平靜 因为美中两边大袖军事实力之外 他们还不断的在相互挑衅 现在中国24家国营企业 又要被美国提出制裁了 我们看到了在两边的军事上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动作 因为美方召集环太平洋军演 硬是把中国排除在外 所以中国共军从24号开始 就在四大海域进行一个军事演习 那么就在演习第三天8月26号 没想到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 都闯到了北部的战区 进行实弹演习的近航区 这里来拍摄画面 美国当然是想看一下中国的实力 有没有可能发现 他们的U2高空侦察机 而就在同一天 中国的解放军也回击了 当然后来事情发生之后 觉得是还蛮丢脸的 所以就在同一天 那么中国也进行了这样的情况 在青海跟浙江同时的发射飞弹 从青海这边发射的飞弹 叫做东风26B飞弹 而另外从浙江发射的 是东风21D 号称是航空母舰的杀手 那么两边的飞弹同时都落入哪里 都落入了这一块区域 这个是海南岛跟西沙群岛之间的 南海军演的近航区 那么非常明显的是中国这一次的 这个发射飞弹的动作 是要针对之前美国闯入 他们的军事演习的一个海域 是出明确的一个警告的动作 那么随后呢 其实美军也出动了这个RC-135S 叫做眼镜蛇球的侦察机 也后来从这个地方飞到了南海 去进行一个侦察动作 那么其实看到了最近这一阵子 美国对中国的谴责力道 也似乎都没有停过 之前庞佩奥大骂中国之后 现在连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 他也发声了 他在24号的时候 投书给华尔街日报 他说美国呢 正在全面加强国防实力 而且应该对应的是 中共的军事威胁 同时他也提醒各国 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这番谈话等于是在公开 向这些盟国喊话 希望这些国家呢 能够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 而就在这个艾斯培发表的谈话之后 两天同样是在美国 也寄出了一个新动作 来看一下 美国在26号的时候 是由美国的国务院 发出了一个最新的声明 说要寄出一个制裁行动 而且这个制裁行动呢 是美国的国务院跟商务部 联手的制裁行动 只要是涉及到 刚刚讲到的像是南海啦 中国共军的一个恶意活动 24家中国的企业 都被美国列入了 制裁实体的清单 那么同时跟这些企业有关的 不管是相关的人士 或者是一些直系的亲属等等 也这个现在都要寄出一些 签证限制了 这些人都是不能入境美国的 那么同时国务院的声明当中 把矛头指向了这家公司 叫做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这份声明非常明显的指出 从2013年开始 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为首的 一些中国企业 他带领这些企业 以这个公司为首的 这些这个企业团体呢 在南海填海而且造地超过了3000英亩 也成为北京一带一路的头号承包者 不仅是这家带头企业 而其他的子公司呢 也是不断的在侵略全球 在各个国家有贪腐 有金融的掠夺 而且还进行了环境的破坏等等 那么美国呢 谴责中国企业不断在南海 兴建这些人道藻礁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衅 因此他们这一次呢 实施制裁行动 就是要这些企业 为他们所作所为 负起真正的一个责任 那么另外一方面 来看看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问题 难道真的被川普当成了竞选筹码了吗 川普之前还说呢 这个不想跟中国谈话的 现在闪电跟中国完成了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而且是美中通话 双方看到了一些进展 难道是为了共和党大会 拿出来当政绩 放高姿态 爱谈不谈 美中贸易判谈判 看似被川普弯弄在手掌心 其实现在有了新进展 美中代表24号举行电话会议 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美方指出双方看到了进展 中国向美国签订了玉米大豆 采购合约 玉米的总量还创下 近月以来新高 其实这一次的会议延迟了10天 传出是中国北戴河会议还在举行 也有一说是要让中国有时间 采购美国农产品 川普更是放话 不想谈 但背后恐怕有其他目的 谈判时机刚刚好 让川普可以在共和党全代会上 大肆吹嘘 只有川普能让北京就范 不过美方没有提及 华为 Tip Top等议题也成为投资人的隐忧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就是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 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另外中国家主席 邢近平24号在座谈会上强调 愿意和美国州地方或是企业合作 看似改采分境合集的策略 希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而美州关系如何变化 也势必牵动美国大选 三迪新闻赖叶红报道 好 另外来看一下中共呢 新出来的这个景旗 景政单位 新的景旗呢 红色跟蓝色的配色 让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网友 小粉红都整个面临崩溃的情况了 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国旗 是青天白日满定红的这个国旗 白色蓝色跟红色 那么中共的人民警察的景旗 出现了这样的颜色 这个是新的配色 而这个景旗 2020年今年8月26号 习近平还进行了一个授旗的仪式 那么这个新的景旗 让中国的网友整个大崩溃 大批网友在网路上讨论 而且不断的哀嚎 说这个蓝色红色图案的灵感 难道是来自青天白日满地红吗 另外还有人说 全部都红色不好吗 弄一个蓝色的是怎么样 难道是要向对岸看齐吗 他们指的对岸 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啦 这个是中国最近出现的一个 新的这个景旗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声了